现在的极限网红为了人气能有多拼命 为了满足粉丝 他直播不带降落伞跳下飞机 参加各种恐怖的密室逃脱 甚至是活埋自己 和玩俄罗斯轮盘这种要命的游戏 他叫科尔 如今的粉丝已经突破了900万 普通的极限挑战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这天他收到一个富豪粉丝的邀请 说在俄罗斯为他准备了一个全世界最刺激的极限逃脱 如果他能来参加 粉丝必定突破千万 科尔想也没想 带着自己的女友和朋友就上了飞机 但他不知道这次他将后悔莫及 刚到机场 富豪就把他们送到了游戏场地 开始前 富豪一再给他们强调 这一切看似真实 但其实都是假的 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说完就打开了大门 他们游戏的过程将由各个摄像头进行实时直播 游戏一开始 近来两个NPC宣布游戏规则 科尔的同伴们将会被关在几个不同的牢房 承受酷刑 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救出他们 不然就会死 然后他们就被蒙上头 带到了指定地点 科尔所在的地方是个焚尸间 旁边还有一句难事 不远处还有堆衣服 倒计时开始跳动 科尔不慌不忙地在衣服堆里翻找钥匙 但一无所获 他发现尸体腹部有个标记 旁边还准备了手术刀 不用说也知道钥匙在什么地方 科尔拿起手术刀就开始解剖 边解剖还边感叹 这道具做得太真了 此时直播间人气来到了四万 他也从尸体里找到了钥匙 完事后还不忘对着粉丝们炫耀一番 随便捡快步擦了擦手 就用钥匙打开了焚尸间的门 接下来就是救出其余同伴 他们有的被锁在电影上 有的被困在水箱里 还有两个分别被吊在了滚筒上 和一个带尖刺的行距 随着时间流动 齿轮会带着尖刺不断刺向同伴 滚筒也会不断转动向上拉扯 而科尔必须在同伴被刺之前 听出正确的齿轮组合停止机关 开始科尔和伙伴还在有说有笑的闲聊 随着尖刺越来越近 同伴有点害怕了 急忙催促科尔快点 科尔不但没有加快速度 反而还对着镜头跟粉丝互动了起来 然后才一个一个拼着齿 随着时间流逝 小黑的手快被拉断了 尖刺也快刺到了大壮的眼球 真实的恐惧感袭上心头 两人只能拼命尖叫求救 机关终于停了 两人常常舒了一口气 科尔还感叹 真是刺激 而小黑则在心里问候了他全家 接下来要就困在电影上的黑妹 房间对面有个迷宫机关 只要用铁块穿过机关 到达中心区域就算成功 看着是挺简单 但只要铁块碰到边缘 另一边的黑妹就会被电击 开始大壮还故意整黑妹 不断碰壁 科尔也笑得很开心 真是节目效果满满 看着黑妹真实的惨叫 小黑察觉出了不对 他立马推开了大壮 几人这才反应过来 这一切好像就是真的 他们想赶紧停止游戏 但富豪那边却没有一点回应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游戏 这次他们小心多了 小黑在一旁直倒 大壮操作 不久后终于通关了 而黑妹也差点被电虚拖 还来不及喘口气 女友小美那里又传来冻结 她的水箱里开始不断进水 此时已经淹没到膝盖了 女孩隔着牢门被关在了一个水箱里 水已经淹到了腰间 就他出来的办法居然是要 解开一道数学题 对面房间里放着两个标记 不同刻度的水桶 一个三升一个五升 利用这两个水桶成功 得到四升水就算过关 小黑正好是这方面的爱好者 他首先把五升的水装满 再把五升的水倒进三升的桶里 这样五升的桶里还剩两升 然后再把三升的桶清空 把两升水倒进三升的桶里 三升桶里就只剩下一升的空间 接着再次装满五升的桶 然后再补满那最后的一升 这样五升的桶里就刚好剩下四升水 搞定 对面的劳门开了 但注水却没有停止 此时水已经没过脖子了 小美虽然拿着钥匙 但却根本没有钥匙拨 小黑想转动上方的阀门 可是阀门已经被袖死 根本转不动 科尔也来帮忙两人一起转 还是不行 他们拼命向摄像头求救 但依旧是没人回忆 经过一番折腾 水箱已经被全部灌满了 情急之下 科尔拿了个金属齿轮来砸玻璃 然而砸了几下却连痕迹都没有 眼看小美就要窒息 她赶紧跑到顶上去砸 顶部螺丝被袖势严重 终于是砸开了 拖出小美 此时她已经晕了过去 还好溺水时间不长 吐出一口水便醒了过来 几人开始后怕 钥匙再慢一点 可真就出人命了 看着小美手里的钥匙 小黑猜测是走廊尽头的 一开还真是 出去才发现这里的人都不见了 墙上还有一滩没有凝结的血液 一切的迹象都表明这里发生了可怕的事 科尔砸开锁头就要带着几人离开 但刚出门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富豪的女友正被一群黑帮劫持 女人正跪在地上哭泣求老 但得到的却是一颗子弹 随后几人被蒙上头套装进了车里 紧接着他们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头套一揭开 发现这里有戴面具满身是血的光头 旁边还有各种刑具 科尔吓坏了 黑老大告诉他 现在正在暗网上进行直播 他们会按公屏上粉丝提出的方式虐杀他们 来满足变态粉丝的虐杀心理 黑老大还在不断让观众刷礼物 刷得越多节目越精彩 看来科尔一行人凶多吉少了 作为几百万粉丝博主 他享有先观看伙伴被杀的福利 最后再是他 第一个是黑妹 他先被老大挖去了眼睛 最后被一刀封喉 眼睁睁看着同伴惨死 科尔又气又怕 他拼命砸着手铐 还好手铐不怎么结实 还真被他砸开了 现在门外有人看守 他只能走通风管道试试运气 搬来床当梯子 轻松卸掉通风口爬了进去 在这里他看到另一个房间的大壮 大壮被绑在椅子上 老大用电锯残忍地切掉了他的手臂 科尔一紧张 不小心弄出了一点声音 他加快速度爬出了管道 两个面具光头也打着手电追了过来 丢出一根铁管引开光头 他从另一道门跑了出去 这是一条长长的通道 通道尽头是一道密码锁门 他突然想到富豪的司机给过他一张纸条 纸上正好有几个数字 把上面的数字输了进去 门打开了 来不及多想为什么 他赶紧出了门 发现富豪的司机就在外面 科尔质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司机则说自己是在帮他 还说马上就会有人追过来 给了他一把车钥匙就让他赶紧逃 这时有人来了 科尔赶紧藏到车后 一个光头看到了地上的密码纸 他们质问着司机什么 然后给了他一拳就把他抓了进去 科尔思来想去 觉得自己不能逃走 他决定要回去就剩下的同班 但他不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局中 五个人玩密室逃脱已经死了两个 为了救回剩下的同伴 科尔再次回到恐怖的地下监狱 他刚进来就发现被关起来浑身是伤的小黑 小黑眼睛被打碎了 高度近视的他只能让科尔牵着走 这时两个光头追了过来 他们藏到了下水道里暂时躲过了一截 出来后又发现了一个电梯 鼓到了半天发现是坏的 但这时光头已经出现在了身后 光头边开枪边朝他们冲来 小黑一把推开科尔 光头直接把小黑撞进了电梯间 又一个同伴死在眼前 科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 看见地上遗留了一把枪 捡起来一看子弹已经被打光了 他只好拿着空枪去营救其余同伴 然而下一个路口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影响 邀请开来的富豪和黑老大竟然在一起 司机正被压到他们面前 富豪看到密码纸 直接掏枪就打死了司机 看到这里才明白 原来富豪才是这一切的主力 而自己则是他赚钱的工具 这时女友小美被两个光头带到了刑房 听到小美开始惨叫 科尔也步步的害怕直接就冲了进去 举着枪对着黑老大 说只要放了女友 自己任他处置 要钱我可以把所有的钱都给你 但黑老大不为所动 只是看了一眼屏幕 你的钱有他们的多吗 没有办法 科尔只能收起空枪投降 此时小美趁机一顶 顶翻了黑老大 科尔赶紧拿起桌上的子弹装了一颗 一枪打了出去 但这匆忙一枪却没能要了黑老大的命 这一致命的失误 直接导致小美命丧当场 趁着科尔失神 两个光头把他推了出去 科尔则趁机把门抵住 两个光头疯狂撞门 眼看着门就要被撞坏 就在他以为自己已经走到绝路的时候 他看到了通风管道 千钧一发之际 他终于逃了出来 而在这里 富豪正微笑着等着他 科尔看见富豪 所有的仇恨都涌上心头 直接冲上去把他撞倒 然后用手枪一下一下 把他砸的脑浆泪裂而死 大仇终于得报 科尔露出一丝痛苦的微笑 但这时身后的屏幕突然亮起 紧接着大厅灯光打开 无数人影出现在眼前 竟是已经死去的同伴们 怎么回事 看到屏幕上的画面 他才恍然大悟 只见自己慌慌张张 去拿金属齿轮的时候 小美吸了一口氧气 然后竖了个大拇指 小黑和光头摔下电梯井 也根本没死 下面有防摔电 而大壮和黑妹的死 也只是化的妆而已 原来这一切都是伙伴们 跟富豪商量好的剧 一切都是假的 打开手机一看 正在直播中 人气更是达到了顶峰 伙伴们看着眼前的一幕也惊呆了 因为富豪的死是真真实实的 电影到这里也结束了 科尔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只是单纯的想涨了份 却落得个杀人犯的罪名 几十万人亲眼见证 他是怎么也逃脱不了了 只能无助地叹息 好了本期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蜜瓜 下期更精彩